巷巷三原形呀 文道 Lipo 这个咱们还在一起 哈 为 这个做一次事 对对对对 哎 这荐云这个公安局已经开始抓人了 所以我不能散布 说这个11月21号就是什么末日 12月抓人吗 12月 不是啊 你有12月 12月21号 就是因为有人在某些地方的街上 就可以散发传单 你这属于扰乱 就叫蛊惑人心 扰乱社会社会秩序 就是什么末日教要来了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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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 所以他很多传教 我忽然想起来 我小时候在台湾街头 一天到晚就在街上看到 有些人举个牌子 末日到了 你们还不悔改 举牌的是基督教出来传教 上帝末日审判之类的 对你说这就跟那个 冯小刚那个电影1942里边 张寒宇演的一个神父 是吧 那河南闹饥荒都饿死人了吗 当时确实农村里有这个神父 煮这个杠子是吧 说是为什么了 为什么造这个灾难了 总是因为不醒猪 总是因为不醒猪 哈哈哈就是 但是这个12月21号 你说这个中国人呢 真是虚头霸脑 就是已经很多人跟我问我 我觉得这还真是个事吗 说那天你怎么过呀 你跟谁过呀 有人要搞party 有人要选择就是说 而且在今天我在手机上 都已经开始纷纷收到 就是说转发给20个人 就是可以测试 你跟你不同朋友的关系 就是假如是世界末日 最后一分钟 你会对我说哪三个字 文道你会对我说哪三个字 不要爆粗口 哈哈哈 三个字好好走 那我肯定说我爱你 对不对 而且你可以看看几个照片 这成了个末日文化啊 成都某公司 已经现在放末日假了 你看说这个要抓吧 对没有 这人公司 公司经过慎重考虑 就是老板承担损失 对对 20号21号两天假 然后放假期间 希望大家做到以下几点啊 呃第一做好防火防盗 第二呢手机完全可以选择关机 保证无人打扰 第三建议大家利用最后的时间 多陪陪最亲的人 希望大家过一个 祝大家过一个有意义的末日 哈哈哈 然后你再看下一张 这是有调查 世界各国呀 谁真的相信这一天是世界末日 你知道相信率最高的竟然是中国 在中国有20%的人调查相信 这个调查怎么来的呢 对你怎么能相信这个调查呢 对啊你相信吗 但是这个调查呀 是因为不相信中国有一种文化 中国老话讲了 宁可信其有啊 不可信其无 中国人对这个信仰 你发现没有 是最不认真的 呃他这种不认真 他还有一种个人保全的意思 就像我也是 哎那天咱们讲这个少年派 对吧 就是说一个人可以信三个宗教 对不对 我觉得那天是有个人还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 在有些宗教的教义里啊 你如果信了你不真心信的那个神 那你根本就是有罪的 对对要受惩罚的 但是你看我就是到哪都拜 逢庙必拜 我的哲学啊 真的是中国人的哲学 就是礼敬诸神 到哪你甭管什么神 甭管什么神 你至少给人家搞好关系嘛 哎 不是有些庸俗的人 有些庸俗的人 他是为了得利益 我还真不是 我也不求他给我什么 我是诚心诚意的觉得 既然这里有一方土地 就是众人以和为贵 没错 为什么有人信他 我就拜一拜嘛 许第三有个小说叫《御官》 是写他妈妈的 他就是写一个中国农村的妇女 他在教堂里边吃教堂饭 就是一份工作 要去宣传教义 可他的包里边永远放到一斤 一辈子就这么过来的 那个夏子卿说 这个小说写得非常好的 表现了中国人的对宗教的一种态度 混缘一气嘛 我们一讲都是佛道士 混缘一气 中国现在是这样 中国是不相信官方公布的数据什么 不相信专家 不相信名人 但是很愿意相信 人家散布的各种 其实很不可 对表面上很不可信的谣言 什么世界末日啊 盐能够防辐射啊 这些大堆 这中国人特爱信 一批年轻人在天表身心找工作 互相就一起这个话题 他们说要是真有那么回事 或者就算去掉一半人三分之一人 要是我去掉了 我也不用求职了 要是去掉的是别人 我的求职机会大增了 你看 居然还很开心的聊这个话 真的啊 但是我跟你讲 人家澳洲总理吉拉德 最近发表录制了一段讲话 这是唯一一个国家元首 这个 关于末日问题表态 而且是肯定的态度 你可以看一段 你可以看一段 谢谢你 remaining fellow Australians the end of the world is coming it wasn't Y2K it wasn't even the carbon price it turns out that the Mayan calendar was true while Australia's best and brightest at the CSIRO have not been able to confirm this I'm confident in Triple J's prediction that the world is about to end whether the final blow comes from flesh eating zombies demonic hell beasts or from the total triumph of K-pop if you know one thing about me it is this I will always fight for you to the very end and at least this means I won't have to do Q&A again good luck to you all 这是真的吗 误搞的吧 没有他叫好玩的吗 他叫好玩的 是真的是他说的 是真的是他说的 但是但是一个 因为他讲那个 Triple J 那是一个好像是新西兰一个节目 还是什么 是配合那个节目恶搞一下的 他是 这你就知道为什么前一阵 澳洲那两个电台主持人 是吧 假冒英国的那个女王 打电话到英国医院女护士自杀 你就知道他从里头这种人 那是新西兰 这新西兰 这新西兰什么 对对对 不是澳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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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吗 澳洲澳洲 对对对 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 说假如现在有两个东西你选 两个消息都是坏消息 一个消息是对不起你癌症晚期了 一个月以后你得救了 另外一个消息就是一个月以后世界末日了 你喜欢哪个消息 我跟你说至少香港人肯定会选择后者 因为香港人有一句话叫蓝鸡要踩谁 就是拉住一起死 香港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蓝鸡要踩谁呢 这是不是很喜欢 我觉得这纯粹就只是说 假如只有这两个选择 假如只有这两个选择的话 我觉得人心可能真是偏向 怕的是什么呢 怕的是说如果我明天死了 你们还照样该干什么干什么 对对 我都没没了跟我没关系 见不到了 对我我没了 你们还照样 梁文道主持了 这个非常不能接受啊 你知道吗 你们还该干什么干什么 这个不能接受 所以最好是21号 当然了 所以大家一起走的时候 你觉得有伴儿 有勇气 所以我最近有一次机会做医院嘛 我观察了一个老人 他其实就是走到生命的最后阶段 家人都知道 医生什么都知道 然后我有机会跟他相处 这个同事相处十几二十个小时 我突然才发现 人在这个时候啊 是英雄 就是你明知道 你的一切 过几天 或者过一个月 就没了 就没了 可是你还相信 你在世界上 遵守着这几十年的 所有这些规矩 所有这些道德 所有这些次序 比方说你的孩子 媳妇 太太 要付的债 睡 所有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就像你刚才讲的 那是一个小孩的心理 也是一个成年人的心理 也是一个老年的心理 过两天你就没了 nothing nothing 你什么都没了 可是今天你还在想着遵守 所以人到这样他不搞恐怖分子 他不乱来 他不自杀 不就是英雄吗 这不就是英雄吗 我觉得人到这么一个境界 作为一个人性 人被这个社会塑造成这样的一个 这是东吴做不到的 这是人性很光辉的一个 我在那里就看到他 我心 人这不就 你说还有比这个更伟大 这个就很伟大的事情 但是你把这样的人当英雄 我听着也很恐慌 如果那意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那他们临死前要干什么 不会不会 大多数人都做得到 都做得到 但这是可贵的东西 可贵可贵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死也得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文道 你说的这个其实是个 是种独我论的想法 就一个人的死 就好像是彻底的世界的毁灭 对你来说世界就没了 但当然你也可以说 每一个人的死 其实都是一个世界的消失 因为每一个人的死 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 自己的世界的局部 或者是自成的一个世界 所以的确一个人死 就是一个世界的消失 但是问题是 你一个世界的消失 不等于其他世界的消失 而人之所以是人 常常是因为我们觉得 人会做出一些超出 他自己的东西 个人的东西 那个东西其实是 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的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像现在讲环境问题 我们常常有个口号 有个讲法说 我们今天不再这么下去 我们下一代怎么办 其实你可以想说 我们干嘛关心我们下一代 下一代我认识吗 我好 我儿子 我女儿 我很疼他 好吧 我就替他着想 我孙子呢 我真孙呢 我想那么多干嘛 然后有时候我们会想 同时间的 这是跨时间的 同时间的 你想别的国家的 别的省的 别的城市的 一些人 比如说他们发生灾难 我们去帮他 他们有什么问题 我们很伤心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人多多少少会有这种 夸越出自己 空间上夸 时间上夸 然后你就知道外面这个世界 是那么的稳定 你会有种感觉 你之所以会觉得 我要为后代做点什么 为我不认识的遥远一方面做